HELLO 玩玩 大家好 我是小A 看回来小A的Oshijin no Includer 今天呢就来讲解一下 士气系统跟那个压力系统 还有小玩工作分配的部分哦 那我们先把士气系统这个先讲解一下 那士气系统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是跟这个压力系统绑在一起的 只要这边士气是足够的情况下 压力是不会有所增长的 相反还会有这个减压的效果 这个士气啊 前面这个呢 是小人他当前所拥有的士气 那这个士气啊 会根据他上一周期做了些什么 比如说他上一周期去了浴室 上一周期有两个的休息时间 上一周期有在卧室里面睡觉 那下面复制人士本身会加一 然后他喜欢的工作 这个小人他有他喜欢的工作 他的研究员 哦 所以这个也会加一这样子 然后 哦 恐怖的一餐会减一 因为他们现在吃这个士气素 然后上一周的装饰 那这装饰是根据小人他去过的每个地方 在这边有看到他去过的每个地方的一个平均值 这平均值达到一定程度都会有这个士气加减哦 我们目前装饰也是没有剪的 他是零 上周装饰也是法位 都是法位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了 这些就是士气获得的地方了 那前期我们通常都是利用这种房间来获得这种士气了 那这两个我在头两集都有讲到是把围成房间之后啊 就会获得这个士气嘛 那之后啊 这种厕所还可升级为浴室 营房还可升级为卧室 可是都是需要一些研究出来的东西啦 那我们还没有研究 所以也没办法升级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食堂可以盖啦 食堂还没有盖出来 上一集的话已经有把这个冰箱研究嘛 那前面都有这个餐桌了 那餐桌只要盖出来呢 把它围成房间 他就是食堂了 那我们先把食堂给盖出来哦 那这边呢 也顺便讲解一下那个工作分配系统啊 目前你看我这样子分配工作下去 好像没有人过来这边工作是不是 然后刚刚啊 这边也缺那个电力嘛 没有人充电 那这里我们就先根据我们当前的情况来做一个工作分配 那当前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小人要齐去研究嘛 可是这个小人刚刚去搜这个士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底下这边缺电力 就是说这边没有人充电 我们需要一个充电工的话 充电工是这个操作 那这些先注意一下 我现在分配的这些优先以后都会有所改动哦 那所以我们这边先要让一位小人去操作 操作就是让他优先去充电 那我就会让这个研究的小人去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边研究 把电用完就会过来这边操作 充电 充完电之后又可以研究就会继续研究 他就会重复在这边来回跑 那这电力也刚好供应给我们的这个扩散器 这会持续保持这边有电的情况 而且一个小人可以全部包办 那就交给他就好了 那接下来刚刚这边分配下去啊 没有人过来盖嘛 因为我还没有分配一个建筑工 那建筑工的话 通常我是分配挖掘工去兼顾的 你后面挖掘的时候啊 就是把流涕盖上去 那边盖边挖 所以挖掘工一定要把那个建筑也建固 那这样子分配下去他就会去了 然后再来就是第一集有讲到的整理的这个 那整理这个呢就是 就是厕所这边毛刺塞住之后就需要整理嘛 如果你第一集有跟着我做的话 你的毛刺理论上是不会塞住啊 那我们这边就保持他不变就可以了 那剩下我们还有什么 比如说是这个排放器 它是属于把资源储存过来的 储存里面的细项是有一个叫做储存原料 那污水其实也是一种原料是资源嘛 所以想要把污水储存过来 可是这个目前是没有说 诶 一定要马上带过来 这样子没有 所以可以先不调 不过你要调的话还是可以啦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食物储存的工作 那这个也是属于储存里面 所以你也可以再分配一位小人去储存 不过通常啊 我会让他先分配给这个整理工 因为整理工这边有部分工作是跟这个储存相关的 那上面有一个叫做打扫的 打扫其实跟储存是有点类似哦 所以这两个你可以这样子调 那最后呢就是这边 诶 我们的残养机啊 不是要供应那个藻类给他嘛 所以我们需要一位小人去供应给他 可是这边千万不要点供应 因为点供应的话呢 他不但是会供应这个藻类扩散剂 他还会供应这个研究台啊 还会去供应这个厕所的泥土啊 还会去供应这个龙根砖的那个肥料啊 那这样子也会让他判定的数量太多 我们要点前面这边有一个叫做生存的 哦 这个生存呢 他就会持续维持这种产生氧气的建筑物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诶 他会跑去送这种 呃 种植箱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种交给农夫去做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还缺一个农夫哦 那农夫的部分呢 我们就一样 让他先去供应生存 然后再让他去帮我耕作 这样子就好了 那基本上我们前期的配置就完成啦 当然啦 这分配是根据每个人有所不同的啦 我的这个配置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这种配置会根据时间而改变哦 因为玩下去的话 可能你这个毛刺升级之后呢 你就不再需要整理了 但是后面呢 我们有其他产养方法之后 那这个生存 我们又不用了 又会勾掉 所以这个表单会持续变化 你要了解的是 你当前生活去有哪一些工作 去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而不是说我现在分配好了 这个永远就不变了 不是 只要你去了解完 你的生活去有哪些东西需要分配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 诶 全部先过来做个建造 全部过来做建造的话 你可能先把他整体的优先调低 然后再统一把他们建造调高 然后你就可以加快你当前的工程 然后等他建造完成之后 你再把它调回本来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有做你的发展的 而且真的要很清晰的知道 你生活去有哪些工作 调起来才不会混乱这样子啊 那 诶 我刚刚好像有自己研究了一个东西 对 我有研究了一个装饰这样子 那这装饰你们研究出来了 就会盖这个夸盆 刚才这个夸盆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餐厅哦 现在不是餐厅 这个是食堂 那你看到中间空了一个位置 就知道我这里会盖东西 没错 这边我会盖一个饮水机 我要把这个池塘升级为餐厅哦 那餐厅的话 注意最下方啊 他需要休闲建筑物 跟20家的装饰 20家的装饰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装饰物品 有超过20 他就会满足了 那这边我会用到夸盆 然后去种植一个瓜的种植上去 因为这种瓜带有25的装饰 超过20家 所以就会把这边变成餐厅了 这边就是餐厅了 那这个餐厅里面的休闲建筑物啊 就是这个饮水机 饮水机应该在它的描述上面也会讲到 它是提供复制人一个社交场所 好像没有说它是休闲建筑物 可是它是休闲建筑物啦 那盖了这个饮水机之后啊 小人平常聊天的时候 也会聚在这个饮水机旁边这样子 那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 记得我上一集讲到吗 我这个污水啊 千万不要倒到这个水池里面 不然你这边水池都是细菌了 那都是细菌的话 小人就会从这边打出那些有细菌的水 带过来给这台饮水机 然后小人每天休息去喝的时候 就会把细菌也喝进肚子里面 就会让它们有机会生病了 所以这个就千万千万要注意 千万不要让污水掉下去 如果 如果万一这边真的有细菌怎么办 哦 这边真的真的有细菌 没关系 因为这个房间效果啊 它判定说 只要有这个建筑物 它就会升级为餐厅了 就算这个建筑被你停用 它还是餐厅 还是餐厅哦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幸运的 你的水池都是细菌啊 那你就没办法 没办法给它喝水了 就只好把这台机器停用 那反正有没有喝水都没差 喝水没有对那个士气有所加成的 那这边 这个餐厅就可以拿到 加6的士气啦 好了 那说完这个士气 获得的方法了嘛 这边 那士气消耗的方法应该说 这个需求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小人会需求1的士气呢 那这些需求啊 通通都在这个技能上面 技能上面 只要你点某一个技能 你就会发现 诶 左手边的这个栏位 有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增加就是 小人士气的需求 那这个技能点的越多的话 那他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 像是如果点到后面这个什么 火箭的驾驶员啊 后面会用到火箭嘛 那他就需要15以上的士气了 然后这边呢 刚刚也有提到有爱心的部分啊 如果你让他学这个 他有兴趣的职业 虽然他需求的士气会增加 可是他本身的士气也会增加 拿这个为做例子 点这个的话 他的士气会加1 从3变成4 然后士气期望也会加1 可是以这个去点的话 诶 他的士气没有加成 可是他士气期望有加成 所以这种爱心啊 就是根据你游完几次之后 你的经验就会告诉你 诶 我一开始到底要洗哪几种的小人 比如说我这一次就洗了研究挖掘研究嘛 那当然因为一个小人最多人有三个兴趣哦 所以要如何去洗可达到我点这个小人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效益哦 可能说我要点一个去到这边的话 诶 那他的兴趣就是需要研究 供应跟动力服 那我点到这边的话 我就获得123456 7点的偶外士气 那4加7的话 那就可以获得11 11还缺5就到16 就比较容易可以追上那个士气的期望哦 那这些就是透过你游完之后的经验换给你的了 那这个呢我们还是要留到之后 才可以再进一步讲解 好了那讲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的现在士气应该是处理好的 毕竟我们的技能其实没有让他们升到太高 那不过之后挖掘弓应该会直接让他升到上来这边的 那你就会看到他的士气会 已经要去到6了这边 不过啊等一下我们这个餐厅处理好了嘛 他们在这边吃饭呢应该会获得额外的6的士气 所以明天他们的士气应该会比今天还要高哦 哦像是车厅啊房间这些是用了之后回吃一整天了 应该这样子说啦 所以要他用了之后他才会出现哦 不是说你盖了之后他就会有了 如果你盖了他没用的话他还是不会有啊 那这边他们用了之后 诶你看我们士气轻松的就去到10级了 好了那这士气只要充足的话 基本上我们跟他相对应的压力啊 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压力是不会有任何增加的 不过还是来讲解一下压力这边哦 压力这边的话随了士气会减压之外呢 还会有什么愉快的咸鸟啊 或者是后面吃的某些食物啊 或者是后面闻到的某些士菌啊 那这些都会让他减压力的 那除了减压力以外当然都会有增加压力啦 那增加压力的话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 诶小人湿透了 不要想奇怪的东西 小人湿透了都会让他 压力加成10%每周期 不过只要你有看他下面那个剩余时间 其实他期绪的时间并不太长了 0.2周期很快这个效果就会烧失掉 所以他加到的压力也不会太多 然后下面这个哦 周围环境太冷了 太冷的环境或是太热的环境 也会让他提升压力 也是10%每周期哦 那这个就会期绪久一点了 只要你的环境是期绪太冷 或者是期绪太高温的话 都会让他长期有这个压力10%的变化 不过啊 这边我们两者加起来也就20%而已 20%的话 那对于我们下面这边拿到一个叫做高氏气来讲 就刚好抵烧掉 也是没有增加任何压力变化哦 所以这边也更显示了上面我们这个氏气的重要性 只要我们氏气足够 这个压力基本上是上不去的 所以像刚刚所说的什么腿湿啊 然后太热太冷啊 或者是你的氧气太少啊 都会让他加压力可是真的影响不大 那如果万一真的让小人压力爆升怎么办 去到100%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小人去到100%那他就会出现刚刚所说的这个压力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用到一台机器叫做 在医学里面的按摩床了 那按摩床的话你也要搭配这个按摩间去盖 那他房间标准就只是有按摩床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一个装饰物品 那这个装饰物品就刚刚夸盆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把它变成按摩间 按摩间的话会让他压力减轻哦 就减少压力这样子 不过我不建议大家去盖这台机器 只要你从源头的问题解决哦 不要让他们撕掉 不要让你的氧气不足 不要让他的氏气不足 基本上小人是不会加太大的压力的 不会加压力的话 那就不用盖这个按摩间 哦为什么不用盖 请你自己去体验一下 请你自己去把小人超到100% 然后让他按摩一下 你就会发现其实盖这个按摩间 会影响到蛮多东西的 好了那基本上呢 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吧 喜欢影片请帮忙按个赞 如果想看我做出的更多 或者记得订阅我 或者是什么想法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我是小月 我们下一集再见